音樂 其他屬於鹼飯鹼湯 這樣才好吃 美 slaves drink 外面都吃不到的味道 沒有吃過這種餐啊 很新奇 赞啊 用味道记录在地故事 用感动记忆美食温度 酸甜苦辣五味人生 台湾一百种味道 稻米作为中华民族的主食 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 台湾除了做成白米饭 还有米干 碗粿 汤圆 格仔 口味千变万化 V胖就是一项广为人知的点心 北台湾的基隆 甚至还有全台绝无仅有的V胖专卖店 口味又多又丰富 麻辣椒 咖喱的 咖啡的包 腰果的 芥末 巧克力的 芥末米啊 都找不到那么多 好吃耶 好吃耶 滑牙的 吃起来就是这样的 还蛮切的 很散 以前别的地方都没有 没有尝试过 就是很喜欢吃 从小就喜欢吃 对 我们在一辈子V胖专卖做的 对我们小孩子 对我们家人来讲是很健康的 这个油品 那所以你们也可以放心地 跟你们家人分享 小老板 简之源 家族长子 正大的高材生 三年前才刚刚接手 把家里的老面包店 转型成为V胖店 开始了老店的新契机 喜化如今的小老板简之伟 做起事来用真专注 放弃高薪工作 回家和哥哥共同投入V胖事业 一里以外共创完美默契 在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推进一种新的吃法 其实这个新的吃法 并不是我们独创出来的 它是我们台湾老一辈的农忙的时候 他说他们没有空去煮三餐 可能给小孩子吃 或给老人家吃 所以过去就有时候把沥汤 放在一个缝里面 要吃的时候 我们一口起来 吃点白开水 下去 那我们现在当然不需要那么客难 老师我们就用像我们国外吃鱼饰这样 像玉米片这样 我们用在鲜奶里面折成小片 然后放在里面吃起来 大概刚开始会感觉到 鲜奶流进骨粒之间 那米粒就慢慢吸鲜奶 所以每一口的口感都不一样 无忍啦 豆忍啦 下午茶咖啡啦 这都很好吃的 老老鸡剪爸爸 十三岁当学徒 二十三岁就拥有自己的面包店 中西式糕饼 叫得出名字的都可以做得出来 我带我回来就在这里 自己做老板啦 应该大行做啦 米粿 米包 蛋糕 都都做在十楼 十楼做 专业做米粪是近两三年的事 虽然只有短短两三年 这家店却能快速窜红 精美讲究的包装 固然是米粪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因 但是真正吸引客人 还是他们打破传统米粪 单一口味的限制 研发出海藻 枸杞 蔓越莓的养生口味 甚至加入樱花虾 丁香鱼的海鲜吃法 选项高达二十六种 令人眼花缭乱 也满足了客人的好奇心 这次米粪的口味也比较多 口感起来吃比较好吃 人家就比较多变化吃饭 热的热的都会泡 没水去来吃也很好吃 还会香 还会饭 还没有专卖米粪之前 是一家开了四十年的传统面包店 从汉饼到西点什么都卖 当时也会接结婚一定会用的 李酥米粪饼 谁知道爷爷的好手艺 却意外成为小孙子的最爱 我刚才做米粪 我做中 我做一些小孙子 这孩子要吃 我就把我们的孙子拆车回来 就要吃米粪 现在大地八戴给你吃 吃两条我就担了 不然我就说 吃一些小孙子给他吃 我现在吃的小孙子 吃两条给他吃 我现在吃的小孙子 回来吃两三条 我现在吃的小孙子 我这个孙子也挑选 他现在如果自己选择米粪 他现在自己选择米粪 他在第二遍他就不帮你拿 我就像他做企严品 人家在买米粪 看到我们小孙子在吃米粪 他就说 我的小孙子也爱吃 那人家就是跟我们建议 他说 你怎么不能够做几条 一块多少我们买 我买几条回来吃 我们的小孙子也爱吃 不然而已 不然我们便做 我就够做 不然我们真的 我们好生人就建议 所以说 不然我们就做一些小孙子 来买 有啊 小孙子一个做的 比较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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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这些小孙子 还要接这个工作 他们就说 不然我们做 专业的米粪 专卖 专卖 在台湾吃的习惯里 米粪有两种 一种是在路边的捧米粪 这是用铁桶放白米进去 再利用高温高压瞬间膨化 加糖搅拌再切成方块麦 另一种就复杂多了 因为传统上米粪是婚礼用的 一切都要求好兆头 因为那种米粪是用脆米就在做 台湾比较稠 我们说吃米粪够好 就是用这种米粪 然后用比较高的方式 代表它比较 我们说一说慎重 谨慎态度 讲究典故做出来的米粪 用料自然也不能马虎 为了让我们更了解 传统米粪的制作 智园特地带我们南下云林 这个全台湾稻米产量最大的线 稻座面积高达四万公顷 号称台湾米仓 肥沃的土壤 充沛的水量和好水质 加上温和的气候 孕育出品质优良的白米 也让智园坚持一定要用云林的米 来做米粪 但是要拿它们做成米粪 还有一大段工程 薄薄一片米粪的背后 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辛苦过程 这家白米加工厂 长期供应智园做米粪 所需要的原料 从正式转型开始 合作已经有两年多 工厂大概是两点多要起来准备 对 然后三点开始做 凌晨三点 天还是黑的 当整个台湾都还沉醉在梦乡 郑立和他的工厂 却早已经蒸汽直茂 热闹滚滚 从前一天开始泡 然后泡到隔夜清晨 然后把它放入篮子里面瀝干 然后再进洗一次过 对 这样子 习惯就好 对啊 现在量很多 所以说你一定要搭配它的时间 才有办法去 那好 刚好来得及太阳出来晒 对 这样子 一天晚上大约可以煮个三顿米 三顿米大概四千多台筋 五千斤左右 然后第一次蒸的伴手之后 然后再做第二次的 翻煮 让米全熟 因为蒸汽是从桶子下面上来 然后上面的米不见得都全熟 然后第二次米把它翻去下面之后 这是把米再蒸熟第二次 让米全部都全熟 再让蒸汽从下面蒸上来 这一家船事业就是白米加工 到它这边已经是第四代 八十年来 他们把白米处理成半成品 供应给下游进一步做成米食点心 现在正在做的叫做米阿花 这是成品米香最重要的材料 也是致远南下云林最主要的目的 致远 这个温度很高 滚到已经都没声音了 它下面有一只蒸汽管 因为我们是高压蒸汽管 现在你想水已经滚到没声音了 蒸汽七八十度一直往上 往上通 它不是一桶呢 一次三十几桶 一次起锅就是一百斤的米 这么大的量害得工人们做得手忙脚乱 因为蒸熟的米 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推到扇米厂 分装筛盘然后铺平 再等大自然的太阳晒干 OK OK 因为我们这个是在赶时间的 来 点空 为什么要赶时间 因为我们那次是要赶那个太阳出来 这个晒干要晒到全干吗 差不多七分 就是比它均匀嘛 不要晒干了 那大姐你们做这一行 是说很久了 对 我是第三大嶼 米压瓜加工老板娘 谢臣素云 家庆谢家开始做米压瓜加工 已做就是二十五年 这里嘉云南的天气 比较温和 冬天的话 比我们这边的气候 比北部的气候还好 夏天那个阳光 阳光比较强 一天就干了 像现在的话 就要一天半的时间 它才完整都干 等于就是说时间 就要多耗半天的时间 可是夏天热水比较早 对啊 就是我们要赶 我们要跟时间赛跑 所以我们要很赶 冬天就是靠那个阳光 北风还有那个北风 北风那个冷气团南下嘛 冷气团南下的话 在这个头还OK啦 那个气候 最主要是气候 有冷气团南下嘛 加上这里的天气还温和 所以说一点四季 我们才可以做到十一月 如果是这些东西 我们做这些东西 传统业东西在北部做的话 我看只有六七夜那时候做完 就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制作彼岸花需要充足的日照 而且最怕下雨 谢姐一家原本住在台中 后来举家迁到气候温暖 日照量又大的云林定居 为的就是要找个好地方 要不是为了坚持 传统日晒的古法制作 也不用特地搬家 只是这门技术 现在已经没什么人会做了 台湾在做这些东西 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差不多就是一两家吧 只有一两家吗 对啊 为什么 是难做吗 很辛苦 第一 两点多就起床了 你想啦 现在的人 你叫他两点多起床 有的人还没睡 第一个生活品质 就跟人家不一样了 那第二呢 就是说职业上 因为做这个很 真的真的很感酷很辛苦 不太有人要做 因为感酷又不太 所以又那么早起床 你想啦 有几家要做 再怎么穷的人家 会说这个我也不要做 对不对 就是这样啊 没办法啊 我们这个是传统的啊 是家族性的啦 你想说 我是第三代了 我一定要做啊 我不做又不行啊 对不起我的祖先啊 对啊 不能愧对祖先留下来的手艺 就算是辛苦 也要咬尽牙关撑下去 没有任何机器可以取代 在现代化的潮流中 要继续并不容易 但是谢杰的努力 并没有白费 像志源这样精挑细选的 挑剔顾客 就成为他们的 擁护者之一 头家他们做三四代 都是在做这个米牙关 也算我们台湾做米牙关 做最好的 那我们两个都来跟它合作 那一段时间我们也比较猶猛啦 我希望说我们的东西 在桶头前的桶头的管理 我们就可以控制得好 要做给他们的话 我们要特别的是 要给他注意就是说 那个米要特别的精挑细选出来的 他们看米看很多 他们可以让我们 我们相信他们把我们蒜的米 要特别的把关就是把那个米 一定要选的最好的 不好的话 我们不能用的 我去的话 他给我打回票呢 那怎么办 他也是很严格啊 你推过你们家伙吗 没有啦 没有推过啦 每次 我如果给他推过一次 他也不会来找我了啊 凌晨三点就开始了工作 一直要到早上七八点 一切才告一段落 但这不代表 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下午两点多 最强的日照时间刚刚过 就得马上收拾 前一天晾晒的旧米 一面收潮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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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过 这个我们都是要很 要很战战兢兢的跟那个 对敌啦 跟天气对敌啊 我们来用这款这么好的米 我们可以吃方心来做这些米香 做一片米香 在一支圆头 其实就是很辛苦 大家看到 大家都一直在看 我们做米香的时候 一直在看 在看 这一片米香做得好 才是 你看用多少人 会开在这里 谁知盘中孙 历历皆辛苦 长朝诗人李生 一语道尽了 这群幕后英雄的可贵 志愿难得来到云林 除了了解制成与原料产地 也带些他们的米香 来让农民尝鲜 第一次吃到这种 创新米香的阿公阿嬷们 各个都笑得合不容嘴 每天都要吃 才知道好吃的 要吃 口味不一样 现在 好吃 做得更新鲜 好吃 好吃 现在来就是不一样 好点 吃到尾巴 好吃 吃小瓶 就好了 鲜鱼 吃小胖 吃小胖 吃本来真的好吃 好吃 好吃 你别打歉 我饿了 快吃了 你吃点灭就好了 吃小胖 好吃 吃小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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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吃小胖 吃小胖 吃小胖 好 好吃 好 蛋嘛 蛋好不好吃 蛋 我吃什么辣包子蛋 我吃就吃了 吃了 人人称赞的米香 用的基本原料除了米 还有花生 放眼台湾 志愿能看着上眼的花生并不多 云林湖尾 因为有得天独厚的沙质土壤 种出来的花生 颗粒饱满 香气十足 自然成为志愿挑选材料的不二选择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用的花生 也是在地生产 土壤生产的花生 大家都淋淋淋 饱满的花生 无法制造的米辣瓜 这些作弊香的原料一应俱全 志愿也能放心回去基隆 进了厨房 一场盲目的硬帐即将开打 我们要让米干变成米花的时候 它就是一定要先做这个动作 油温大概要多少 要到210或以上 想看这是200多度的温度 你当你不小心烫到 你只要被喷到的时候 你就是一定起水泡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炸 第一天炸 第一次炸 就挂急诊了 我第一次看我爸做的时候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是米香 对啊 有没有像白色的浪花 很美喔 你的浪花都会影响到你这片蜜 这比米好不好吃 浪花是很美啊 可是外行抗热热热 内行看门道啊 经验老大的老师傅 像我父亲当作叫的时候 光光他看我的浪花 都知道我这里有温度大概多少度了 它本来就不需要很久是不是 本来就不需要 因为它是熟的东西啊 它只是把剩下来的水分榨干 然后利用热让它膨化 可是我看你会一下就拿起来 你怎么样知道这片蜜好不好 能炸起来什么更多 等一下要炸出来要吃啊 要看啊 看这米啊 跑不跑满啊 志员凭着敏锐的味觉 就能分辨这片米的好坏 口感太湿 太干 太软 太硬 都影响米香的风味 如果买进的米 品质达不到所要求的标准 就只能丢掉不用 这一批米它就是煮得很均匀很刚好 所以它吃起来的口感 你不会觉得说 有那种高低相差不匀的感觉 而且吃起来就有那种天然的香味 什么叫米香 这个就叫米香 说起米庞头头是道的志员 是政大毕业的高材生 原本是在薪水优渥又稳定的知名企业工作 三年前却决定辞职回家 接手老爸的事业 没有接触过厨房工作的他 面对全然陌生的环境 一路走来特别辛苦 做边点的车本来就不愧 怎么说 做的比较多 吃的比较多 不过辛苦的比较多 其实刚开始的话是 也不能说逼回 他只是柔性劝说 就是分析给我听说 你这样做回来 做会有什么好处 会有什么好处 我们这些人如果是这样不复正业 怎么说他们欧文是这个 他们开始出社会 出社会 出社会 在欧文也不是这个 一个是地中市的嘛 一个是 可以说我说观光市 也同样 我说你说 你如果有时候要回来做 我就没有观光你去市 你是怎么做 最好是做的 做比较多人更生日 不然你就继续了 以前我也很尊重 我差不多两年 让他们赶紧 他们赶紧 他们回来 近前我就告诉 你们想要做这个行业 因为说 不允许 因为自小人看 大人看得到 我就买了 第二年之后 我告诉他们 你们正常要做 如果没有做 我就要求以前 打扮的社会 回来接我们这间店 自然就说 好了 他要打扮 我打扮 你不要回来 你如果要打扮 你不要回来 白手起家的简爸爸 自己是辛苦过来的 他知道 撑起一个事业并不容易 所以对儿子们的要求 特别严格 从儿子一回来接手 他就天天进厨房 亲自叫他们制作 现在儿子能独撑大局了 他也没有稍微放心 还是天天进厨房盯场 爸爸今天吃饭 会紧张吗 还是会 现在还是会紧张 因为会觉得 有时候可能 小细节的地方 我没有注意到的话 还是 我爸还是会骂 可是因为我们以前 小时候真的是骂习惯了 所以他只要起个头 我们就知道尾会怎样 然后就会 怕在心里面这样 大错就骂髒话 这个应该 比较不方便播出 要帮你帮髒话 好 要帮你帮髒话 你娘更好 你娘更好 我就会当作 你老师开始 管理他比 管理白人更严重 他本来是做这个米子 他要 但是这个 这个政府一定要 比白人更严重 你如果没有比白人更严重 我就搅拌就好了 所以说他们的 他会比较多 学心的智慧 永远把被骂 当作学习的机会 智慧负责调味 店里每一片米香的味道 都由他决定 其中最关键的 就是煮糖 无论是分量 比例 都是简价不外传的 独门功夫 那其实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慢慢的累积经验 我以前会参与 压膜的制作的过程的时候 可能没有压好 我父亲就是整盘 慢慢丢掉 就丢到旁边叫你自己去捡 这样 因为躺起来的话 它本身还是有余温 那一遇到冷空气的话 很快就会 就是变硬 那反而到时候 如果太慢的话 整锅就没有办法成型 然后就是都会 就是变成废弃品 慢慢的 丢掉裂品的次数变少了 智慧脸上的自信变多了 在这条老面包店 转型专卖逼香的路上 两兄弟总算叫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虽然说 靠的是两兄弟同心协力的合作 其实最大的原因 还是在老爸一开始安排的用心 两个兄弟做同样的 这是很大的挑战 我尽量 利用这个东西 两个人都是相互相承的 缺一不可就说 你没有我也不可以 我没有你也不可以 所以说 我尽量拿这个目标 让他们兄弟大家赴上 尽量我让他管生销 尽量他就稍微 他就稍微 我就让他管后庭 有很多企业 大家都知道 听到共同拍拟的企业才会做得大 家和万事兴 无论钱赚得再多 事业再成功 到头来 只有家人才能带给你 生命里最大的意义 对简爸爸来说 老店是否延续 米旁是否畅销 都不是重点 两个儿子能互相扶持 为了共同目标齐心付出 才是他真正看重的 这个企业一直要摸下去 这些小孩 我跟他说了 他们也有同感 做这些艱苦 他们又忍受得住 还做到这久来 我们有成长有起来 有比我应该做更好 这也是我的感觉 心肝头更温馨的地方 随着兄弟俩的创意 米旁已经不只是传统点心 更是有新生命的传统美味 一家人的努力 更丰富了台湾米食文化的滋味 台湾东北方的宜兰县 宜山傍水气候宜人 尤其适合农作物的生长 宜兰三辛香的葱名文侠尔 最贵的时候 曾经一台金高达500元台币 好来买三星葱 三星葱好吃 三个都猜 好吃 好吃 这些葱 这些葱比较甜 对 那它会有的葱是一家的 十八个人都要买三星葱 这些葱 像拜来的一代多少个人来买 比较好葱 比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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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葱 它自然好吃 跟外味葱不一樣 那些菜煮的时候 都不用烹饭 煮煮煮 每个葱都很好吃 这些人说 早上人说 做料厚 不是太厚 对吧 你没有做料太厚 你也变不来 一直被当成总料配角的葱 这次要上餐桌 成了西式料理的主角 不论是色泽 口感 气味 和餐桌上精致的摆盘 都让人大开眼界 颠覆了众人的味蕾 外面都吃不到的味道 没有吃过这种餐 今天吃到 就是里面有加葱的味道 你觉得还不错 很新奇 不错啊 蛮搭的 一开始会觉得说 葱的味道可能会 蓋过很多东西 但觉得说不会 还蛮好吃的 吃起来 跟平常吃的不一样 很满意 还蛮新奇的 对啊 这些让人惊艳的料理 是宜兰这两年来 最受好评的菜单 它的幕后工程 是来自这四位厨师 林东海 成鸿德 胡锦基 庄迪青 尤其是林东海 虽然已卸下厨袍 但他网络了各大名厨 打造了风味迷人的青菜面 做这个葱的后餐的部分 大概 整个团队大概花了 大概三个多月 是不是 才是整个OK 煎煮炒杂等等之类的 任何食材都试过 葱本身它的味道 真的是很嗆 这个酱等于算是鲜香料的一种 因为它的味道真的很重 那我们把它用日式的东西 中式的食材 西式的做法 做出一个就是一道开胃小瓶 对 那一道开胃小瓶 夏天吃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用酱料的方式 然后去改变原本的味道 然后我们就试嘛 然后试 刚开始试 我们有试牛肉 培根 豬肉 什么都试过 但是他们都会把葱的味道 盖掉 就吃不到葱的味道 所以我们 后来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改用海鲜 然后再慢慢试 蛤蜊 鱼肉 什么都不行 吃到最后面 我们就直接用虾子下去把它 做一个融合这样子 调到这样子 你觉得最OK 我们每个人吃都说好 这样吃起来味道 蝦子会拌着那个葱香 然后这样就还不错 所以我们就决定用这道料理 整套餐 从沙拉 甜品什么 连蛋糕都是用葱做的 蛋糕 尤其是蛋糕 是会来说 会不会吃 在台北 在高雄 在大都会地区 你绝对不敢吃到这种菜 所以我们就想说 用东海的菜 对啊 才去研发这些菜这样子 就我们就是这样子 一人负责一个部分 然后最后面再把它结合在一起 葱 能在西式料理中 绽放主角的风采 都归功于色香味俱全的有机葱 这品质一等一的食材 就是出自 从厨师转为重葱达人 林东海 用心栽种出来的结果 我们的葱都是喝 羊肉都长大的哦 有机葱达人 林东海 青葱种植的后起之秀 曾经西餐里的大厨 料理经验比重葱久 却能在十年间 变身为重葱专家 现在家喻户晓的三星葱 三十年前 在三星乡的种植面积 比水道还小 后来因为农会 大力推广葱蒜结 葱的名气才扶摇直上 但大多数的三星农民 仍以传统方法来种葱 只有阿海与种不同 为了让消费者吃得更健康 他大胆尝试有机栽种 特制了一种专门给葱吸收的养肋多 像这个是木霉菌 这是黑椒菌 这是白椒菌 这个现在你看起来是绿绿的 其实它里面是倒底的 一粒一粒 木霉菌是对青葱是很有效用 我们有很多东西 为什么能够做到有机栋 不用化学的 就是都扣这些菌类的 他现在附着这个切到上面 我们要把它搓入后 让它困溶于水中 这样 将活菌搓到水里以后 就要趁新鲜 赶紧拿到田里去施肥 有别于过去 利用化学药剂来杀菌除虫 这种利用天然真菌 来防治病虫害菌危害的方法 是最新有机种植的新方法 为了让葱长得好 阿海花了不少心思 他有很多疑问 他会马上去问人家 他很喜欢做实验 太太罗玉慧 原先自己开服饰店 服畅服髓回到三星种葱 本来白皙的皮肤 被大太阳吓到朋友都认不出来 为了提高葱的生长率和存活率 阿海在传统种植方法之外 也四处请教相关农业单位与学者 希望能够找出积极有效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 他也活用学来的方法 变通应用 我们这是沾活菌 我们今年才开始这样做 做两次它的结果都很好 它的存活率可以提高到三成 可是浸货 不一定说每一种菌 像我们现在有 将近二十种左右的菌在使用 到底哪一种菌 它是对冲是好的 这个就是要我们自己去做 然后去观察 因为菌跟农药不一样 后来做实验没关系 如果后来实验本来就有成功 也有失败 不可能每一个实验它都会很成功 不怕失败 是因为把失败 当作迈向成功的基石 阿海骨子里面不服输的个性 加上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才能有今天逐渐展露的成果 他和玉惠夫妇俩最常一起做的事 不是约会看电影 而是手牵着手一起到田里种葱 十年来种出不小心得 这个泥土下过雨以后湿湿的 所以说软软的很好种 种葱的葱要漂亮要品质好 一定要直直的下去 你要种多深 你的葱把要多长 你就种多深 这是三十公分 那我们的葱大概都是在十八公分 到二十一公分是最漂亮的 六寸到七寸是最漂亮的葱 那种葱绝对不能斜斜的还是歪歪的 因为你给它斜斜的歪歪的 它改天也是歪歪斜斜 长出来就是歪歪斜斜 比直挺拔的碧绿青葱一百开 阿海的笑容也跟着荡漾开来 每天两夫妻总要到田里巡视一番 观察葱的生长情形 三星葱大约三到四个月就能送成 一年有三到四座 夫妻俩的忙碌也全年无休 不过阿海不怕辛苦 还想四处把葱介绍给大家吃 其实吃葱包括葱的根 它都可以做很多的对人体很好的 像我们三星农会现在已经把这个葱的根 结合其他的食材 做一种叫葱跟茶 我也第一次喝 味道不错啦 不要用葱的用脂肪比较快 好脆喔 好吃吗 你会吃得比较脆的味道 很少 而且鲜嫩真的是多汁 多汁很少 对 你看我们的这个多糖皮 其实葱这个也是多糖皮 你们可以去看医学 我们的水就是这样的喜欢 对 干嘛一定要吃林姿 三星葱你多吃一点 对身体一定有好处 阿海的葱 在三星香里是有口皆碑的 每一次采收的品质 会因气候而异 虽然市场需求 是最直接影响价钱好坏的原因 在三星葱 依然是青葱市场里指标性的商品 全台湾的葱都以它来定价 就因为卖相会直接影响市价 所以洗葱的阿桑都格外小心翼翼 这三年了 那种的葱很漂亮 不漂亮 不漂亮 不计划不错 不计划不错 那种葱的葱更长就更漂亮 葱的葱不太漂亮 葱的葱不太漂亮 很漂亮 那葱的葱就更少了 那种葱的葱更长就更少了 那种葱的葱更长就更少了 葱的葱 价钱才会好 我们包成一公斤 然后再装箱 然后要去拍卖 每天卖葱 种葱 阿海和玉慧的生活 跟葱简直形影不离 就连家里的餐桌 也天天都能看到葱上桌 而且他们家吃葱 可不像一般人那样 只是把它当配角增添风味 而是每道佳肴的必备食材 我爱吃葱 我几乎都会饭 玉慧挑了几把刚才收的葱 用滚水稍微汆烫了一下 再淋上蚝油体味 就是一道美味的佳肴了 这道水煮葱 吃来不但毫无嗆味 还特别清脆香甜 三星这边的吃法 刚才我们有教一些买葱的 这样子吃的 这样吃起来 比较能吃到那种葱的甜味 阿海一边用餐 一边跟我们聊起 这些年来他种葱的经验 他说 在三星葱农里 他算是年轻的一辈 跟其他葱农比起来 他种葱的资历不算久 因为十多年前 他才开始投入葱的栽种 我们以前是种田 我是有种田 我小时候都是在种田 因为 种葱的 爸爸他们改种葱的里面 的年质没有那么长 三十七八年 算广 这样子算广 因为我们这里 如果正常来讲 应该要 爸爸那一辈子 应该要有三十年的葱 今天那个才算说 老葱 葱 现在开始葱 我们三十七八年 还算 算比较后期 所以说葱部分 我们那时候是真的 一枝半截 真的是完全外行 而且我们家 因为起步比较晚 所以说 今年也比人家少一点 也没有人教我们 然后你知道吗 像这样子一块田 我们两夫妻 拔了一个礼拜的草 一边拔一边 被我老婆拔 你看 跟你说 你就不要做餐 你就要来做餐 你看看 我们在炒 搬一周 两个人搬一周 不搬料理 你怎么办 然后就出去 请教了 说来有去 也许正因为 没有经验的缘故 阿海种起葱来 反而没有 传统做法的包袱 只要听说了 哪里有新的方法 他就会越越欲试 当初刚开始种葱时 三星葱正抢手 价钱常高得令人折舌 还不懂 怎么种葱的阿海 那时候四处问人 却也四处碰壁 不好意思 是不是要告诉我们 是不是要告诉我们 人家看到我们都很怕 怕功夫被我们拖学去 很多人真的有一些农夫 他功夫技术真的是很棒 他会传给自己的人 不会便宜的 在三星葱爆红的那段时间 没人肯受教 阿海只好想尽办法偷学 我会去看那个 他种的葱很漂亮的那些人 他的葱是 到底是怎么用的 然后假装跟他聊天 把他的技术透过的学会 虽然有心 但是东透一点 西学一招的知识 毫无章法 成不了系统 幸好年轻的阿海 积极参加 有农会训练的课程 也因而认识许多学界精英 也让他从此走上 有机栽培之路 今年去上课 台风警报发布 那时候七上八下 不知道要上课 还是要回来抢手 结业证书一领到 马上从那边非赶回来 然后赶快抢收 因为我们台风 它未必一定会冲击到伊朗 可是如果冲进来就会 一定很惨 比暴雨还惨 来一个台风 然后隔天你再去看 你的冲全部都不见了 冲如果水比那个稻草还高 淹过去的话 那个冲都会死掉 因为它会无氧化 会死掉 没有办法呼吸 聊起冲 脸上充满自信的阿海 其实过去有段不为人知的 辛酸往事 这双沾满泥土的手 过去是连指缝间 都看不到半点无垢的 这巨大的转变 连它自己想起来 都觉得不可思议 读书是读商的 然后工作是餐饮业 然后后来是在种虫 这个落差是不是真的有点大 因为种虫是后来自己开餐厅以后才回来 它以前皮肤比我还白 因为它是在厨房 它在厨房也不用晒太阳 跟现在是差很多的 完全不同的工作性质 种田在我从小的印象里面 是一项很辛苦的事情 刚回来的时候根本就不习惯 玉惠虽然口中呢喃着不习惯 但她还是默默支持阿海 会造成这种落差 得从十一年前说起 当时阿海在罗东开了间西餐厅 自己当老板 刚开业时生意兴隆 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 开三个月以后就九二一了 依然这里停店 连续一个月有没有 前一个月是 店几天来一次 慢慢慢慢到 本来是五天来一天 后来一直慢慢慢慢 几天几天这样子 两三个月 几乎都没有在做生意 它后来还有余震 一直摇摇到人家 看到楼上都不想上来 因为我们在楼上在六楼 所以说那都没有 一百年一次我都遇到了 你看人生也是这样子 比较刺激吧 一场地震 正垮了阿海的事业与梦想 回想当年 种葱是他当时万不得已的选择 要不是因为 签下大笔货款 三星现在也不会出现 这样一个青葱达人 餐厅赔那么多钱 五百多万 那时候不甘愿 不甘愿回来种田 我还在去台北当厨师 风签 然后还有去山上打林工 什么反正那时候好像做七八种行业吧 竟然搬来做水电工学徒 跟我们弟弟做野徒学徒这样子 还有反正很多行业 到重葱是最后一个 真的是最后一个 厨师还是我的最爱 可是那是比较晚 我现在规划就是说 当我的鱼儿比较大 我的经济压力也没有很大的时候 我还是会再当厨师 我喜欢炒菜 喜欢煎牛排 对 毕竟那一条路也走了二十年 差不多二十年 十九年多嘛 快二十年 算二十年了 当东海重返家乡 丛林开始出发时 正好三星农会找上他 希望他为三星葱设起新菜单 当时他兴奋地找来自己的几个好朋友 开始投入研发 三个月后 青葱燕 终于推向市面 虽然好评不断 但背后可是吃尽不少苦头 在研发的过程 我们也是想说 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 像很多东西 大家很多人都做过了嘛 所以我们就是要比创意 像大哥蛋糕 我可能不会做 我擦意大利麵蛋糕 可能意大利麵大哥不会有 还有阿德他也是 和风那个冷面有没有 大哥他也想很久 做这个葱套餐的部分 大概就是有三雕 大概有四五十道的食材 对料理都各有高标准坚持的四个人 还好都有一个共识 青葱燕 卖的绝对不是昙花一现 滑中取宠的噱头 而是客人可以接受 且真材实料的好味道 没有做出满意的成品出来 没有办法说很安稳的入睡 所以他就每天这样做 每天这样试 也就压力很大 所以他就一直想 连睡觉 连躺在床上的那边想说 要怎么改会比较好 所以他压应发炎 发炎然后压尺就松动 然后就发掉了 对产品的一个坚持 对 因为要给 让客人满意的话 我们就必须付出一些代价 其实真的是蛮累的 有时候搞到两层店 每天都在里面 爬来爬去 坐来坐去 广受好评的青葱燕 销路不俗 但这套餐点 居然不在正规菜单上 原来这隐藏版的菜单 是限量供应 餐厅的经营者阿德说 这不是为了掉客人胃口 而是有技术上的难度 预定 预定才有办法做 主要是从它本身 第一点它有类似 季节性的东西 它要调的sauce等等之类 要线调 它味道才会保持得住 对 然后你做起来放 两天三天 可能就没有味道了 厨师背景出身的他们 味觉比任何人都还挑剔 所以在调味的阶段里 只要味道稍微偏了一点 就会立刻纠正 绝不放水 因为本来葱是很强的 所以说我们一套餐 那个我们都经过设计 有的东西它的味道很重 有的东西就要很轻 你不能一道餐 全部都是很重 也不能全部很轻 很轻就没有吃到那个感觉 可是每一道菜 你都很重的话 你吃得很重 因为从头到尾 吃到尾的 连口相当都没有办法救 清葱宴所有菜色里 最不好研发的就是甜品 但没想到推出之后 最受客人欢迎的 竟是这道清葱乳酪蛋糕 在一般人熟悉的清 乳酪蛋糕里 加入了特制清葱酱 乍听之下 的确令人匪夷所思 但是客人的反应 却完全破除了这个疑虑 绝大部分的人 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蛮惊奇的 因为一开始的话 他们不大敢尝试 因为葱跟蛋糕 很难去想象 它去做一个结合这样 非常的难做 而且要跟蛋糕结合的话 困难度蛮高的 它颜色会变缓 而且味道也相当的浓 很容易盖过蛋糕的味道这样 然后试过蛮多种蛋糕的 但在这当中也失败了蛮多的 那个比例很难去抓 浓的话就 它会把蛋糕的味道抢走 所以我们研发好久之后 才抓到这个比例这个样 不是味道太轻 就是味道太浓 而且吃起来会很恐怖 就算难度再高 他们还是成功了 打破了一般传统的刻板印象 将中国传统的佐料 入菜到西餐的料理里 这个创新 除了让人惊艳外 也让客人有了新的味觉享受 吃吃就觉得不会腻 这样就会觉得很好吃 所以说这次来吃一定会吃整个 老板还蛮用心的 如果朋友来伊朗的话 应该会介绍 还会介绍朋友来这件事 四个厨师都把青葱燕 看成一种光荣的使命 想要把这项地方特产 发扬光大 这样的想法 让他们即使 在没有分文报仇的情形下 也甘愿投入时间 心力去研发 尤其是阿海 更是意气相挺 无限量供应自家栽种的青葱 就算当初不被看好 他们仍坚持不放弃 一路走来 四个人不怕被人笑是傻子 或许就是这股傻劲 让他们开启了三星葱的新局 要这样子做 也幸好有 我们这个团队 他们都愿意说去配合 我只是发起 然后想一大堆 让他牙齿掉两颗 这种自我挑战 因为把不可能的东西 变成可能 自己怎么讲 会有很高的成就感 做菜就是 做自己要感觉 心情欢喜 做的东西才会好 对啊我们就是报纸 就是像刚才大哥讲的 自我挑战的行李这样子 有没有办法把它做到更好 对啊 就是厨师的一种执着 就是这种执着的态度 让四个好朋友 合力写下三星葱的新页 也让阿海种出了 傲视群伦的有机葱 怀着不断自我挑战 与要求的斗志 向下扎根 紧紧抓住这块土地的 是鲜美多汁的三星葱 也是台湾新一代年轻人 努力不懈的心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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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